这个红枣红了 哈 到地上掉的 看啊 真的红了 看 尝啊 脆枣吗 是那种小脆枣啊 吃 嗯 味道很不错 嗯 仙鹤带的地方 就是仙鹤吃的枣 那个小河沟里面 我刚刚就看到一只仙鹤 真正的那种长脖子 那种仙鹤画里面才有的那种 你看你看那一串那 哇 跟葡萄啊 这就有啊 你到这来看 我刚刚没注意的这 我都没注意这是一棵霓桃树 看到了 看到了 我看到了 这里头这一堵路 而且还是那种特别大的霓桃 哇 天哪 这个小叶真好 这么大一棵霓桃树 这棵树年龄可不小 这这这这棵霓桃树上可以产 大概200斤霓桃 这个这个树真的真的不小 好大一棵树啊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院 这个院得有个 80有没有 有80啊 新房 新盖起来的 然后给孩子结婚用 结果呢 孩子 不听话 非得上城里 哈哈就没办法了 门口连车库都给孩子盖了哈 刚才给大家拍了 咱进到里面去看看能进能不能进去 进不去啊 那这个门呢 这个门能进吗 嗯 也不行 嗯 看这个里边 我就在这拍一下 里边呢 也是 嗯 哦 里面很乱啊 里面就是 还有一些装修的材料没拿走 就弄一半 后面大窗户挺大的 也是一个大通间啊 嗯 这这半边呢 是一个小厨房 然后整个这是一个大通间 应该是一个客厅 一个大卧室 这样子的设计 门都换好了 全都是 这是叫什么 铝速钢的门 这是纯铝的 纯铝的门 铝合金的吧 铝合金 嗯 这小院真不错啊 主要是这边环境好 门口的那个 河沟里看着不起眼 因为现在政府还没有 对他进行修缮 啊 没有硬化 所以看着不好看 但是那个里面啊 有好几只仙鹤 就是我们看的画里面那种 老张刚才说的 嗯 仙鹤的这个 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 一般的 不好的环境 他是看不上的 然后咱们再看这里面 这颗牛虎桃啊 我就觉得这颗牛虎桃 都够赚的 你觉得呢 老张 对啊 你看这个叶子啊 你看这个叶子 我不懂这个牛虎桃 到底是多少年的 但是你看这个叶子啊 这个叶子 就是这个叶子这么大 就比我手都大 就比我脸都大的叶子 这个牛虎桃 你看看 这不用管它 也没人管它 就结了这么多 不用管 这纯粹就是有 跟野生的一样 啊 跟野生的一样 但是我想拔一个 但是那个大哥说 这个现在还不能吃 真好啊 这个牛虎桃 觉得这个要在市场上 给它瘦一下 这也得不少 卖不少 这小院 挺有意思的 一颗牛虎桃 走 出去我们再拍拍外头 这里面就是它的一个进来的门楼啊 大门没坐 就是等于弄了一半 那孩子又不愿意回来 就觉得再往下坐呢 划不来了 大院子 看到那个白色的那个栅栏了吗 都是院子 这一片 这一片哈 两大片院子哈 面向这个小河沟 位置也很好 门口这条路是出去的主路 这已经是个车库了 它这就是设计的就是车库 这就是个车库 就是给孩子呀 都想到的都想到了